当一名潜水员从受伤的鲨鱼身上取下鱼钩时,这是一段不太可能的关系的开始。 当这两个朋友被强行分开时,他们不得不等待漫长的一年,才能知道他们令人难以置信的友谊是否能在可怕的磨难中幸存下来。 从他记事起,他就是一位出色的电影制作人和摄影师,他一直对海洋着迷,从他年轻的时候起,海洋神秘的浩瀚就吸引了他,并促使他购买市场上最好的防水设备。 但事实证明,这次遭遇不可能用一张照片来捕捉,这会让他与他最害怕的动物面对面,这一切都是于巴哈马海岸附近一个叫老虎海滩的地区。 吉姆正在寻找拍摄即将上映的场景的地点。 当海空气喷在他脸上时,他和他的团队沿着海岸寻找丰富海洋生物的迹象。 就在这时,吉姆发现了一些东西,示意司机放慢船速,因为船舵突然转向,发动机熄火了。 他的一名船员在小船停下来之前将他们引向吉姆所指的地方时,吉姆正在拉上他的潜水服拉链并安装他的潜水设备。 当船停在水面上轻轻地左右摇摆时,吉姆向后一头扎进水里,周围的气泡消散。 进入海底,他对海洋生物的数量感到惊讶。 有数百甚至数千条鱼成群结队的游泳,有些有亮黄色的尾巴,有些则是充满活力的蓝色。 吉姆在到达后几分钟没有太多时间享受,他将双腿推到脚下的地面上,一个巨大的黑影从前方逼近。 吉姆立即知道那是一条鲨鱼,他正朝他冲来。 几年前,吉姆因一次险些被鲨鱼袭击而受了创伤,他被一个威胁性的掠食者跟踪了近一分钟,最后才险些逃进了船上。 这就是为什么他因恐惧而僵住了,只是漂浮在周围,拼命地想知道该怎么做。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潜水员,他知道此时他最好不要惊动他,但他需要让自己镇定下来并保持冷静。 鲨鱼绕着他转,将其巨大的身影强加在无助的人身上。 当捕食者在吉姆肩膀高度经过时,他注意到有东西从他的嘴里伸出来,那是一个锋利的金属钩,刺穿了鲨鱼嘴的顶部,扔到了另一边。 可怜的东西被渔民弄伤了,但奇迹般地逃脱了追捕。 吉姆知道这个东西可能来自哪里,几英里外有一艘大渔船, 这艘渔船一直在非法捕获鲨鱼,并将它带回亚洲。 那里对鲨鱼的需求量很大,吉姆的恐惧被另一种感觉所取代。 出于责任,他伸出双臂,做出友好的姿态。 他想知道鲨鱼是否会理解他正在努力尽可能减少威胁。 果然,鲨鱼慢慢地靠近海底,并指向他的方向。 头正对着吉姆,吉姆能够开始工作了。 他用戴着手套的手轻轻地拉动金属钩,慢慢地前后摆动, 以避免造成太大的疼痛。 花了几分钟才完全取下钩子,鲨鱼并没有退缩。 完成后,吉姆意识到他已经结识了一位新朋友,深情地在他身边吃草。 但鲨鱼拒绝离开他的救世主。 此时吉姆的潜水伙伴尼克也已下入水中,并正在拍摄整个互动。 摄影师花了整个下午拍摄,这条鲨鱼在玩耍和游泳。 他以为这将是一生一次的经历,但他错了。 在收拾好设备返回海岸后,吉姆和他的团队不停地谈论他们的事情。 第二天回去的吉姆更加震惊地发现鲨鱼似乎在等待他,因此他们开始了一段漫长的友谊。 他以他的大女儿的名字给这条鲨鱼命名为爱马,因为这是他所养过的最深情和最可爱的鲨鱼。 如果这还不够的话,爱马带着他的朋友去见吉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开始从几英里之外辨认出他的船的声音,他克服了对鲨鱼的恐惧。 但现在他有了一个新的目标,在他一生中压力最大的一年中,吉姆不顾同事的建议,决定追捕渔船。 如果当局不打算执行法律,那么吉姆就联系海洋、守护者、协会。 这是一个拥有丰富经验的海洋活动组织,拦截非法船只。 他们告诉他如何绕过这艘船,切断他们的鱼线,切断他们的主要食物来源,破坏他们的任务,而不造成任何后果。 一天早上,吉姆独自一人出去了,只有一位勇敢的同事陪伴着他,他驾驶小艇绕过这艘巨船,将鱼网划破,然后返回研究船,他的搭档正在那里等他,然后他们通过无线电与船对峙,警告船立即停止捕渔活动。 在一阵扭曲的爆裂声中,船长并没有被吉姆吓倒,并声称与当地政府达成协议。 但这不是真的,吉姆知道这一点,因此与他的伙伴一起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剪掉了渔网,船员们把船长赶了出来,船长通过无线电对他们尖叫,并威胁要撞上他们的小船,但最终他们被吓跑了。 随着一声号角从空中响起,这艘巨大的船改变了航向,向东驶去,吉姆成功了。 他回到了第二天艾玛经常去的地方,很高兴看到他在等他,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每当吉姆回来时,这种关系都在难以置信地发展。 2020年的某一天,艾玛会以无法控制的感情迎接他,吉姆看到了他永远不会看到的东西,再次看到一堵生锈的白色和蓝色的巨大墙壁,上面写着正接近水域的张泰801。 这正是他多年前驱逐的那艘船,无线电通讯证实这是另一位船长,但他们执行的是同一个抓捕任务,吉姆决定把他留到第二天,那时他可以让船员做好准备,但明天永远不会到来,所有船只都被叫进码头,停止作业。 到达医生办公室吉姆问发生了什么事,冠状病毒大流行已经开始,全球范围内所有非必要服务都关闭,有一架飞机正在等待将美国人遣返美国,吉姆很快就被带到了那里,以至于他在飞机上才记得那艘中国渔船。 该船仍然停泊在海岸附近,他拒绝动弹,想到这对爱马意味着什么,他不寒而栗,并祈祷每当他回来时,他仍然会在那里。 痛苦的十二个月后,吉姆终于可以自由地返回,飞翔在蓝色水域的上空,他可以看到那里没有渔船,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爱马可能在几个月前就被接走了,也许就在他一年前离开之后,吉姆冒险前往他和他相识的地方。 爱马通常会回到水里侦查该地区,但没有任何鲨鱼的迹象,他开始在脑海中运行场景,试图说服自己爱马可能已经安全迁移,但他无法摆脱想象那个可怕的结果。 就在他正要示意船员们前往下一个地点时,爱马从他身后出现,一个漩涡悄悄地绕过吉姆的身体,看到爱马的脸就像隧道尽头的一盏灯,他的出现激励了吉姆继续他的保护工作,并决心用他拍摄的爱马的镜头向世界证明鲨鱼是有感情的而不是危险的生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